你是要一言不合去跟我这冷战 不说话 说我吃啥呀 吃什么吃自己做去 你这是又开始了是不是 好不了两天 消停不了两天 又在这跟我 我就不想跟你叨叨 我就不想说这话 我就想放到心里面 可是我一个人有些时候 能拿得下来的东西我就拿 拿不下来的东西我就 我就很费劲啊你知道吗 我需要你的帮助 你也分了什么时候对不对 我就最关键的时候你不帮我 不想叨叨 叨叨多少时间了还不想叨叨 我这个人也是急性子 然后这两天 我也没跟大家说 我一直在筹备这个直播的这个事 老早的时候网友就说 让我带一下新疆的干果 这段时间我筹备了一下 就是边做视频边筹备 然后大概差不多了 我准备的是明天 后天两天直播 是这样子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 特别特别忙 我的牙龈都肿了 我这个人吧 就是急性子 干什么事情啊 就着急忙活的 就是这种的 虽然我准备了 时间挺长的 但是还是觉得 心机火燎的感觉 我就特别想让孩子帮帮我 这个人吧 就是越到关键时候 越掉链子 你说气不气人吧 早晨起来 我就给他说这个事了 我说你看我今天 明天都特别忙 然后不行 你帮帮我吧 我直播的时候 就是给我上个链接啊 什么的 帮帮我 他就 这个人内向又腼腆 一听这事 把他吓得呀 天哪 一口覆绝我了 给我气呢 我今天一上午 忙了一上午 我都没跟他讲话 大家可能觉得 我们有些人是又上班 又带孩子 还要干家务 但是这个视频呢 是跟普通的工作不一样 就是我一个视频 大概都在四五个小时 就制作下俩 一个视频 我一天两个视频 最起码在这个视频上面啊 要花的时间是十个小时 还不算回评论呀 私信呀 就是回复这些 所以占用的时间比较多 虽然不是说像大家 而且特别费脑子 不是说朝九晚五的 早晨九点上班 晚上八点下班 七点下班这样的啊 不是这么回事 我是这十个小时 是必须得要出去的时间 然后额外呢 就是在干家务呀 照顾孩子做饭呀 什么的 这些事情我对我快快的完成 我觉得直播这件事情 是我对我来说 不是特别顺手的事 嗯 不太好拿下来 所以我就紧张得很 我就特别希望孩子爸 能帮帮我 或者是能在我跟前啊 能怎么说呢 助一臂之力吧 我也没有什么团队 我也没什么小助理 是吧 他就不愿意 给我急了一身的汗 又生气 又着急 完那个火 我不是爱上火吗 这个就又上火了 特别容易上火 我这边现在牙龄里面肿了 就又看 你看这人狠不狠人 你说气不起人 他说你就喜欢上火 这样露了个头 你就喜欢上火 那怪谁 那你就别让我上火呀 我容易上火 不是我喜欢上火 我这性格就容易上火 这次呢 我为大家选了八个品种 八种 代表性的吧 新疆特产 这八个产品 我就想的跟商家呢 尽量能压到最低最低 给大家争取福利啊 就是 我微头条也没有给大家通知啊 今天这个视频 就算是我给大家通知了啊 就是在明天 后天 两天 6月17号 6月18号 下午6点 开播 我很少直播啊 如果是顺利的话 那我以后就经常直播 一方面带带货 再一方面呢 就是 跟大家也 近距离的聊聊天 网友们这么支持我 我呢 也得跟大家聊聊天啊 见见面 老是这样子 不见面也不好 以后可能每个星期 有这么一天吧 会安排 也希望呢 到时候 大家能 给性子过来捧场啊 感谢感谢 感谢 非常感谢 我呢 也会很紧张 希望大家能都过来 给我鼓舞劲 打打气 我就不紧张了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